73岁,陈姓老翁自称从高雄走到台中,体力不支倒在台中地下停车场,远景开车载他回派出所,托警方提供分享。 73岁,陈姓老翁在寒夜中待坐台中公园地下停车场冰冷地上,远景到厂先买食物让他指机,要帮他联络家人时,老翁竟说他从高雄走到台中,他印象中好像农历过年快到, 想再走回高雄,远景听到吓一跳,台中到高雄200多公里距离,老翁因没体力走完,担心他安危,立即通知社会区暂时安置老翁,再想办法联络他家人。 上月29日晚上,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公园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,台中公园地下停车场有一名老人坐在地上,撞似需要帮助,警员吴佩荣前往查看,发现纯姓老翁呆坐在冰冷的地上,他说吴家可归且就没吃东西。 女警见老翁独自一人,但今夜深天冷他年老体弱,先将老翁带回派出所,提供他热食保暖,并紧急联络安置处所将他安置,还帮他准备食物备用及一包奶油乖乖。 值班警员吴正节热心提供餐食及水让老翁食用,还向孙子班陪他聊天,老翁说他一年多前从高雄走路到台中,当时健康行行好,大零工为生,后来身体变差,有慢性病又行动不方便,又想到快到农历年,想回故乡看看,打算再走回高雄。 警员听了吓一跳问他,高雄,很远,你怎么走回去,他回,我当初用走的到台中啊,警方查出他户籍在高雄,但还没联络上他家人,警方已通报社会局并先送收容中心安置。